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我是陈恒南 我们来关注新闻 今天上午 2019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在上海开幕 10年来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的主题既有延续 又有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两个城市的合作不但更加的广泛 还伴随着新的突破 那么在现场 双方还签订了三项交流与合作协议 2019上海台北双城论坛议题 锁定在经贸创新产业交流 并以创新合作未来为主题 向下延伸出生物科技产业交流分论坛 医学科技发展分论坛 文化分论坛 青创与智慧城市分论坛 等四个分论坛 分别探讨城市未来的发展模式 本市论坛 以创新合作未来为主题 寄托了两世人民 对未来生活的新愿景 今天各位嘉宾将在这里深入交流探讨 凝聚更多共识 将为两地繁荣发展 贡献更多智慧 增添更大力量 上海与台北双城论坛自2010年开始 由台北市与上海市轮流举办 已成为两世之间重要的机智化交流平台 迄今为止 双方已经签署了36项交流与合作协议 双城论坛十年有成 也吸引了不少台胞前来学习借鉴 我也想促成福建厦门跟高雄之间的双城论坛 那我比较注重的论坛 就是说青年的发展还有生物科技 这两个论坛对我们福建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这次来观谋学习 也相信会把这宝贵的学习经验 带回福建去做一些参考 三号下午上海市市长应勇在上海新国宾馆会见了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率领的代表团议行 代表上海市政府和上海人民对柯文哲议行来上海参加2019上海台北城市论坛表示欢迎 英勇说上海愿继续深化与台北在各领域的合作 学习借鉴台北在垃圾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推动两地在政府层面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交流 共赢更美好的未来 上海也将逐步为台湾同胞在户学习创业就业生活 提供与上海市民同等待遇 柯文哲表示自己曾多次访问上海 此次刚下飞机就参观了阳山深水港和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上海的城市建设与精细化管理给了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上海是台湾同胞生活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希望两座城市持续加强交流 互学互建 取长补短 增进人民福祉 双方在简单交谈后互赠了礼物 我们上海是第一批非福祉文化迷惨的几个队 叫三菱石油 名称叫双喜容易 象征着我们两个上海和台北两个城市之间 这些交流交往的票位 柯文哲则代表台北市回赠一套 由一壶两杯组成的一心一意瓷器组 代表柯文哲追求两岸和平发展的决心 以及促进两岸交流的善意 柯文哲一行三号上午一抵达上海 就展开了参访行程 他到访的首站就是上海阳山港 上海阳山港是大陆最大的集装箱深水港 也是大陆最大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媒体长枪短炮注视下 柯文哲身穿白色上衣 黑色西裤面带笑容 剑步迈入阳山港四期 自动化码头调控中心 这个码头设计年吞土量 630万标准箱 总面积223万平方米 码头暗线2350米 包含7个集装箱深水驳位 码头内有自动化箱区61个 参观完之后 柯文哲也对阳山港赞不绝口 阳山港第四期工程很清楚 它是一个高度自动化 智慧化的一个港口 所以它的吞土量相当高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它到最终一年可以达到600万个货柜 效率实在是太高 所以刚才他有在介绍说 它这是一个 第一它强调智能 然后绿色 因为很多都 再来是安全 那所以我自己看了一下 的确是相当的高科技 对于来上海首站就选择阳山港 柯文哲说 要学自然就要学习别人最厉害的地方 其实刚才那个跨海大桥35公里 达到32公里 哇 这才了不起 然后这个整个港的建设 当然是知道吗 我们要学人家就学人家最厉害的 柯文哲一行参观完阳山港之后 前往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参访 随后出席两岸电竞文化节颁奖典礼 为发掘两岸优秀音乐人才与音乐作品 第三届海峡两岸校园歌手大赛即论坛 三号在北京启动 本次大赛将于12月中旬在广州举办总决赛 获奖选手还将参加海峡两岸青年歌会 台湾青年高家珍是第二届海峡两岸校园歌手大赛的季军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 高家珍不仅现场演唱了去年参赛作品新希望 还与观众们分享了自己一路以来的感受 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 这次的大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然后因为在大陆这边的音乐的素养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创作音乐人彼此都可以有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因为那个东西是就是我觉得个人认为是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 据介绍本次大赛将在海峡两岸同时启动 大陆40多所高校台湾10多所高校的歌手将会报名参与 11月底之前角逐出各高校的冠军选手 12月中旬将在广州举办盛大的全国总决赛 获奖选手将参加海峡两岸青年歌会 在两岸的电视台播出 本次活动的覆盖人群预计超过6000万 有时候在台湾也能听到很多大陆的歌曲 在大陆能听到很多很多台湾的歌曲 所以说这个歌曲已经把两岸的青年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唱吧 跳吧 两岸的青年人有这样的抱负 就是把我们的中华文化发扬广大 把我们中华民族对真善文的追求表达给世界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 台立法机构临时会3号三读通过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 严管退役将领赴大陆活动 根据修正案内容 台湾退役将领向五星红旗敬礼 或唱颂义勇军进行曲等行为 将面临剥夺退休金等重罚 这一做法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 据台湾联合报7月3号报道 台立法机构3号举行临时会 三读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 法案规定台军少将以上高阶退役将领 及涉密政务副首长以上人员 将终身管制参与大陆政治性活动 无地域限制 管制区包括香港 澳门等 若向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行礼 唱颂义勇军进行曲等 责任定为所谓妨害台湾利益及尊严 法案声称若违反且情节重大 将剥夺退休金 以知领退休金者将被追毁 原机关最高处1000万元新台币罚款 联合报称 估计受死修正案影响者约为2000人 报道称台立法机构这次的条例修改 源起于2016年11月 32名台军退役将领前往大陆 参加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 并在唱国歌时起立致敬 而针对此次修法 台陆军退役中将吴思怀受访表示 这次修法规范少将以上要受管制 这显然是针对性的独裁式修法 也代表民进党当局不信任台军 中国时报3号则发表文章称 蔡英文当局已经砍了退降的终身缝 还要把他们当贼防着 如此羞辱台军退降实在没有必要 如此规定代表民进党根本不信任军人 所谓台军和蔡当局同心只是假象 会把台湾军人愈推愈远 此外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也对此事表示批评 国民党金明代赖世宝认为 民进党把退降拿出来痛打 假台湾安全之名操作选举利益 国民党金明代曾明宗也说 法条对于活动相关政治机关等定义不清 执行上会有重大争议 表面上是维护安全 但实质上为了2020年选举骗选票 国民党不愿意随之起舞 不愿意背书 中国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第三场证件发表会 三号晚间在台北登场 围绕经济 政策 能源和环境等主题 五位参选人再度同台 带来各自的证件 我们一起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 昨天晚间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北市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 今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第三场证件发表会 在这里举行 本场主题为经济 财政 能源和环境四大议题 五位参选人将再度同台 根据流程 首先每位参选人将会发表12分钟的证件 发言顺序依次为韩国瑜 张亚忠 朱立伦 郭台铭 周西伟 接着他们还将回答从四项议题当中抽出的两道题目 每人回答时间为三分钟 晚上六点左右 五位参选人陆续抵达现场 朱立伦 张亚忠 周西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都表示 在最后阶段相比赢得初选 团结全党更为重要 而韩国瑜和郭台铭则是直接进入会场 如果能够有一个完整而全新 而且前瞻的理念 他一定可以得到全台湾人民的支持 而最终可以赢得2020年的大选 不论在任何场合 我会用中国国民党的身份 帮助中国国民党去打赢这一场大选 国民党的初选就是希望凝聚大家的共识 最后能够团结在一起 如果是朱立伦 朱立伦有信心带领大家打赢这场选战 如果不是朱立伦 我们也要全党一起团结 那我们希望对于经济财政 环保 以及一切相关的问题 能够向大家报告得很清楚 在门口我看到有一些群众 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 必须要一起团结的理由 本场证件发表会聚焦经济 财政 能源和环境等四大议题 而参选人们也都以一定的篇幅 阐述了自己在两岸相关领域交流合作的立场 我若是会积极抓住中国大陆 这个经济机会与市场 但是我也必须要提醒各位 没有政治上的和平 既不可能做到开放 也不会有两岸经济的稳定 如果我们真正的所有的政策 不能开放 不能让所有的外资 所有的技术人才来台湾投资 不能让大陆所有的资金 大陆所有的人才 到台湾来投资 来台湾移民 那么我们绝对做不到 开放自由的经济 也绝对不会成功 如果我们不能让华为的5G 到台湾来设它的公司 卖它的产品 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经济的竞争者 全程两个小时的证件发表会 五位参选人交集不多 偶有火花 面对即将到来的民调 参选人们也把握最后的机会 向民众喊话 希望得到支持 我郭台铭 请大家给我一个奉献的机会 相信郭台铭会带领大家 再撞台湾经济奇迹 相信郭台铭 台湾一定赢 朱立伦参与初选以来 每一天一步一脚步 稳健的来走 我不会当网红 我只会拼政策 把实实在在的政绩 跟大家来报告 台湾要走一条稳健的道路 2020就由朱立伦跟大家稳稳的赢 这个实在是太重要 它必须要让台湾 能够走向一个富强 康乐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的道路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让我们一起把握这个机会 由您在国民党民调所做最神圣的决定 那么围绕国民党的这最后一场 政策愿景发表会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杨阳 我们要请他为我们梳理一下 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杨阳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河南 我来对昨晚在台北举行的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参选人 最后一场政见发表会 做一些补充 整场政见会如同郭台铭预告的一样 火花四射 炮生熔熔 我们先来看联合报的评论 文章写到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政策愿景发表会 最终场 各参选人对于四个议题的主张 大同小异 但郭台铭与朱立伦 为了0到6岁台当局邦尼亚 多次交锋 凸显两人对福利政策 财政思维的不同 其实郭台铭0到6岁台当局邦尼亚正健 近来在岛内讨论热度极高 虽引发了不少的质疑 但他反驳 政治人物都说不可能 我若跟他们一样 我就不必出来选了 还强调 如果财源不够 我也会用我自己的财产支援 投资孩子就是投资台湾的未来 就算散尽家产也在所不惜 句句都让外界见识郭董气势 朱立伦也是财务金融的专长 因此敢在郭董面前强调 他才是拼经济的朱董 并批评0到6岁 大家养才是公平正义 对于郭表示预算不够他来付 朱也已预算ABC 你的身家大概只能负担一年连番反击 眼见郭朱相争 韩国瑜伺机杀出一句 两人互相指责不足 我个人完全都同意 引来了台下一阵笑声 很巧妙地化解了尴尬 不同于郭朱互相搏火 首先深论的韩国瑜已停管破题 一开始就声援 日前遭所谓工程会公开审理的 台大校长管中敏 向不公平不正义的民进党当局提出抗议 虽是党内初选 但整场证件会 韩国瑜仍把蔡英文视为首要对手 他说领导人可以做牛做马 也可以作威作福 缺德比缺电严重 堪称昨晚的兼具 颇有以其口才魅力 再领风骚的战略用意 张亚中则理性呼吁韩国瑜 对高雄的建设 他表示要打造台湾成为开放岛 让台湾成为中世纪的威尼斯 17世纪的荷兰 定义高雄视为它的第一实验区 要用有容奶大的思想 来指导台湾的经济发展 他还强调 如果和大陆没有和平 就不会有经济开放 两岸一定要稳定 接着上场的周西伟也认同 张亚中关于两岸和平 对于台湾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他说一定要让大陆来投资 来旅游 开放自由经济 华为也一定要到台湾来卖手机 他认为只要做到对大陆开放 就能解决台湾一大部分的贸易问题 所以一定要让大陆走进来 让台湾走出去 才有机会走向国际 就这样 三场国民党领导人 愿景证件发表会全部结束了 7月8号至14号 国民党将进行领导人初选民调 预定15号宣布结果 最终这五位当中 谁会出现代表国民党 来迎战现任的蔡英文 各界都在看 我是杨阳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 进行的一番梳理 河南 好 谢谢杨阳 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国民党2020党内 初选民调即将起跑 但蓝营重量级人物 却开始传出一些质疑的声音 退出初选的台立法机构 前负责人王金平 3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称各阵营都有被做掉的焦虑 参选人之一的朱立伦也公开批评 民调抽样方式太过复杂 可能会让样本数不具代表性 不过国民党中央也澄清 绝对会坐满样本数 绝对公平 7月8日正式开始民调 决定出选结果 各自年龄都有被做掉的 这样一个焦虑 各位可以看看 韩国瑜参选人受访的时候 他还在谈到 王金平3号上午开记者会 称国民党面临存亡危机之际 他不愿沉默 甚至还拿出韩国瑜的专访内容 做例子 认为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 存在不少隐忧 而巧合的是 作为党内初选参选人之一的 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 3号也对于7月8号就要开始的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民调 有所疑虑 7天都要做 因为这次好像规定的比较麻烦 还有户内抽 还有户内抽 谁会来回答 国民党这么复杂的民调方式 不是说打到你们家 你就可以接电话 还要说规定是 你们家年龄的第几个 对你是男的女的 朱立伦提出担忧 认为国民党初选民调的方式 太过复杂 因为国民党采用的方式 叫做户中式抽样 接起电话的人 尽管有投票资格 也不一定可以接受调查 必须在年龄性别上 达到民调公司设定的资格 才算是合格的民调样本 如此一来争议不少 因为接听电话的人 不无可能为了符合资格 谎称性别年龄 民调也可能从两分钟一通电话 拉长到五分钟才能问完 就算这一通没有做成功 后面一定也会有成功的案例 就是一定要做满 每一家一定要做满3000份 所以我想这个份数 一定会把它做完成 国民党中央事宜 称各家公司的民调样本 一定会做好做满 但是岛内民调专家 还提出疑问 就算民调过程没有不公平 后续仍可能产生不少争议 再加上七天的民调时间过长 变化因素会很多 这样的方式 就会让这样的一个初选民调 会非常的混乱 比方来讲 年纪大的要装年轻 男性要装女性 只是为了取得访问的这样资格 他时间拉长 民调被干扰的机会又会越大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民调 即将开跑 一些纷扰也开始浮出水面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午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我们要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晚间 在莫斯科听取了国防部长 邵一谷 关于科研深水前航器起火事故的报告 要求对此展开细查 据悉 邵一谷在汇报情况时介绍 这艘隶属于北海舰队的深水前航器 一号在巴伦之海海底进行科研工作时起火 造成14人死亡 船员随后扑灭了火事 深水前航器目前停靠在北莫尔斯克海军基地 普京指出 事故造成的14名遇难者 包括两名具有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船员 以及7名海军上校 这是俄罗斯海军乃至整个军队的巨大损失 普京要求对事故展开仔细调查 并指派邵一谷前往北莫尔斯克 亲自听取调查报告 普京还对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稳 要求采取一切措施 对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 法国近日向巴基斯坦政府归还445件实且文物 包括半身像和器皿 部分文物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至3000年 法国海关人员2006年9月 在首都巴黎戴高乐机场 拦截多个既往巴黎一家画廊的包裹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鉴定 包裹中是巴基斯坦印度和河谷地区 多做墓地的墓葬品 事发两周后 法国海关拦截另一批包裹 内含陶器和陶瓦片 收件地址相同 海关人员搜查那家画廊时 额外查获数以百计的陶瓷制品 据媒体报道 虽然法方官员没有提及是哪家画廊 但画廊可能因为接收赃物 而受到10万至20万欧元罚款 归还八方的文物在艺术品市场上 价值大约13.9万欧元 南亚考古学家奥罗尔迪迪埃说 巴基斯坦西南部毕露之省 偷盗文物现象猖獗 文物走私贩和国际艺术品市场 对倒卖文物的行为推波助澜 使巴基斯坦文物保护和研究 面临更多困难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午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以色列二号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抗议一名埃塞俄比亚裔犹太青年 此前遭警察枪杀 数千名以色列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 走上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等地街头 高呼结束杀戮 结束种族主义等口号 抗议警察过度执法和种族歧视 要求严惩涉事警察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当天的游行引发暴力冲突 共造成47名警察受伤 60多人因此被捕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随后就此事发表讲话 呼吁示威者遵守法律 停止堵塞交通 并承诺付出更多努力去解决问题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发表讲话 要求美国和欧盟国家切实履行协议承诺 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否则伊朗将自7月7号起 不再受3.67%浓缩油风度限制的约束 鲁哈尼说 伊朗会根据本国的实际需求 决定生产何种风度的浓缩油 鲁哈尼还表示 任何时候只要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伊朗也会回到伊核协议 新一届欧洲议会当地时间3号 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总部 举行全体会议 选举意大利议员戴维萨索利为议长 任期两年半 萨索利当选后发表简短讲话说 欧洲议会必须强大起来 重新启动一体化进程 并为满足欧洲民众的需要而做出改变 他还列举了欧洲议会 未来几年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 包括青年失业 移民 气候变化 数字革命 世界格局的重新平衡等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儿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先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